超时空同居票房打劫,网友,如果能回到过去还会草率嫁人吗? 近期上映的电影《超时空同居票房》和评分都挺不错的,这主要是归功于主演洪迪亚和雷佳音。 影片中他们两个的表演都给观众留下了特别真的印象。 不少看过的网友都纷纷表示,佟丽亚跟雷佳音才是最般配的一对。 可是不巧的是佟丽亚已经有了陈思诚。 那来看一下观众们为什么说他们两个在一起才是最好的安排。 影片一开始是佟丽亚饰演的谷小娇多次跟别人相亲而且还在房产中介那里,把房产中介都快变成了婚戒所了。 谷小娇,31岁过得不是很好,但是一直梦想能嫁给一个能给她买得起2000多万的大房子。 她的结婚条件就是谁买了这套大别墅就嫁给谁。 看到这里你可能觉得谷小娇她很势利,很爱财,可是她这样做也是有原因的。 之后却被一个卖土豆的给骗了,不仅没有买到房,而且还被骗了自己的所有积蓄。 接着是雷佳音饰演的陆明,又才华却找不到投资商,投资自己的项目,还被上司威胁。 两人都落魄,又发生了一些奇怪的事,一觉醒来身边却多了一个人,一个是处于1999年,一个是2018年,同一扇门却通向不同的时代。 两人都是落魄,也可以说志同道合了。 相处一个屋檐下,一起做好多值得的回忆的事,孤男寡女共处一室,难免会擦出爱的火花。 他们经历又搞笑又心酸,看到最后甚至掉下了眼泪。 他们两个都过着穷人的生活,却也很快乐,穷人笑得比有些人纯粹。 穷小娇让鲁明假扮自己的富豪老公结果却被搞砸了,回家鲁明给他做了馒头巧克力蛋糕,花生豆粒烧鸡。 这是穷人的吃法,搞笑又心酸,但是看到鲁明的真心。 最后知道他们两个的相遇其实只是一个意外,陆时依旧是2018年的鲁明,想要利用高科技去到未来,不料博士告错了时间,才让1999年的鲁明与2018骨小娇相遇,相知,相爱。 骨小娇的出现改变了鲁明的一些决定,同时也改变了鲁明以后的命运。 那个成功的鲁明试图想让小娇离开鲁明让一切都按照原来的轨道运行,可是他们真的爱上了对方。 鲁明也发现自己是杀害小娇父亲的帮凶,他不能这样做,所以他救下了小娇的父亲。 历史改变了,成功的鲁明消失了。 这部影片最后的结局,给人留下了悬念,不知道鲁明最后能否完成自己的梦想,也没有交代他们两个最后在一起没有。 影片最后的彩蛋部分揭晓了答案,他们很幸福地在一起。 是不是觉得他们两个才是最般配的呢?